歡迎收看有小老師騙你教數學 我們這一集呢要 介紹一下二元一次一些常見的然後我們之前還沒有介紹過的這個 應用問題尤其是比較有特色的部分 來看一下這一題 加一兩人比賽投籃如果甲競贏了六場 而已輸的局數是贏了四倍 則甲共贏了幾局 那麼這一題要怎麼寫呢附帶一題 也許這個看影片的同學或這個家長會覺得說我們教的題目好像都有點難度 那這個是因為 我們的影片本身是站在補充教學的這個立場 就是比如說老師家長或 家教 或者說學生他上完了學校的課程要學 所以基本上基礎的練習包括比如說二元一次的計算要一直一直一直不斷的練習的這種基礎練習 或者是我們教過的題型 那再來第二題第三題這樣子的 練習呢這個 在學校做或者自己去補充 題目來寫 那在我們這一邊呢 就來看一些有特別的題目 然後來教大家去怎麼想像這一題的話 講一兩個人比賽呢 假如果竟贏了六場 而已輸的局數是贏的四倍 假共贏幾局 其實乍看之下 好像這個題目 你如果要想清楚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小朋友就 沒有想清楚就算了 那如果他真的想清楚的話 他會發現 其實他不知道的東西 好像有四個 就是這個 假贏 假贏了幾場 假 輸了幾場 那已贏了幾場 那已輸了幾場 那不過其實小朋友也許在 當我們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會有 想到一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這一題的關鍵啦 寫在這裡 假贏的話呢 其實就是已輸嘛 假輸的話就是已贏 所以其實你的這個問題 只要限縮到兩個位置數就好了 你可以設 假贏了 設 假贏了 X場 然後呢 設已 贏了 Y場 或者你設假贏X場 設假輸Y場 都可以 那因為假贏就是已輸 已贏就是 假輸 像這樣的問題說難不難 如果你設的這個地方設下去了 也許你後面要去算就 並不困難 那 難是難再說 你一開始寫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很多小朋友他一方面又覺得 好像 不是 好像不只是贏而已 好像應該要輸的 另外一方面他又覺得 好像不是 會有這麼多 那 那很多小朋友會卡在這個 困惑之中呢 其實他只要 真的花力氣列一下 他就會肯定對只有兩個 所以我常常都會跟學生說 就是 你想怎麼樣就把它寫下來看看 你寫下來看看的這個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一些東西 那總比在那邊 好像 好像又不是 比這樣子好 很多 那來看一下這一題 假銀x場 以銀y場 假進銀的6場 那因為 以銀就是假輸 什麼叫做進 銀了 就是像進鑽這樣子 就是說他的銀減輸的是 6 那以輸的局數是銀的4倍 以輸的其實就是假銀啦 所以x其實是4y 那這樣子假共銀的幾局呢 所以代入 4y-6 y-2 那所以x等於 8 這樣就解出來 所以假共 假總共贏了8局 所以總共比了10場 對不對 好 這是這一題 那我們來看下一題 這個老題目 我們好像看過兩次以上 那就是因為 想要去想他有點難想 所以我們多交幾次 再來看一下 有一份工作 一名男生要 做的話要花25天 女生一人做的話要花 20天 女生做比較快 如果兩男一女一起做 那至少要花幾天 所以呢我們在前面交的那幾次裡面 就提到 像這樣的問題 其實他藏了一個位置數 那個位置數可能會被約掉 就是這一整份工作的工作量 是w 那男生 要做的話 要花25天 女生要做的話呢 要花20天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說 那這個w在 尤其在我們已經學二元一次的情況下 其實你也可以不要射 那也可以射 射的話會比較好想一點點 因為我們已經學二元一次了 所以我們可以乾脆射 兩個以上的位置數的話 就不用依賴他 我們來射這個 男生 一天 做 男生一天所做的份量 做的工作量 是x 假設男生一天做的工作量是x 那女生一天所做的工作量是y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你有射這個w的話 你就會得到這個 w等於 2x 而且w 25x 而且w也可以是25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句 兩男一女一起做 至少要花多少天 他並不是一個方程式喔 他不是說兩男一女一起做要花三天嗎 不是嘛 他要求這個 至少要花多少天 他是一個求職 就好像我們之前有看到這種題目是 x加3 等於0 請問這個 2x 減1 是多少 這樣子嗎 也就是說你這邊先解除 x等於 負3 再帶進去 求這個值 所以他是希望我們前面 透過前面的這幾句話 解出來之後帶進來 求這個 二男一女 一起做要花幾天 所以我們要把 題目認清楚 前面才是用來解 方程式的 後面這一句是求職 所以並沒有辦法提供一條方程式 那我們剛才說了 你目前為止整理出來 如果你有這個w的位置數的話 你會整理出w等於 25x w等於 20y 那我們有三個位置數卻只有 兩條方程式而已 所以其實是 解不開來的 解不開來 又是就放棄掉 我們前面有說有的題目他解不開來 那是因為他所問的這件事情 也不需要被解開 就是不需要把x跟y都解開 他就可以回答這個答案 那解不開來怎麼辦呢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方程式解不開來的話 他會留下來一個關係 什麼關係呢 就是這個 代入 25x等於 25y 所以我剛才說如果你 不設這個w 在我們學這個二元一次裡面 不會那麼妨礙劣勢 因為我們 你看這個地方嘛 男生一天做x 女生做一天y 一天做y 那 男生要做25天的 女生只要花20天就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呢 這個式子 並不會太難想 可以嗎 也就是說他在給你這個前提的底下 他要請問 這個工作要花多少天 那他要問的是什麼呢 這個工作也就是這個25x 對不對 就這個工作嘛 你要寫20y也可以 因為25x就是20y 他想要請問這個 25x如果 如果兩男一女一起做 要花幾天 這個題目等於式子列出來是這樣子 你先透過前面這一句 一名男生要做25天的工作 女生要花20天 這句話 來解出一個關聯 帶進來這裡求這個數字 那 我們剛說三個位之數 三個位之數兩條方程式解不開 這個 你把它帶入之後 兩個位之數一條方程式 還是解不開 可是我們就可以 把比如說 把y以x表示 這個約約 得到 我們在這裡寫 5x等於4y 對不對 25x是20y 約5 5x是4y 所以y是 y是 4分之5x 這個時候帶進來 所以 圓期後就會等於 25x然後底下是2x加上 5x 所以是25x 分母是 4分之8加53x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x可以約掉 所以你看 答案還是會答得出來的 因為我們不用解出他的 這個 不用解出 x跟y 那我之前有提 提到過啦 就是說 有凡是這種解不出來的式子呢 兩個位之數就只有一條方程式 可是他沒有常數項的話 你就會解出一個倍數 那他放在分母裡面就會約掉 所以就會跑 最後答案還是只有數字而已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4分之 13分之25 那這樣子知道是多少了吧 他是13分之這個分母 裡面的分母會跑去分子 13分之100 13分之100的話 7 91 7又13分之9 可以嗎 所以 至少要幾天 答案要回答整數 因為他要花7又13分之9 所以其實他需要 8天 就是這題 這樣可以嗎 同樣的題目我們在一圓一次學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要回避使用兩個位之數 所以我們選擇的做法是用這個w 來當位之數 來好讓這個男生做的以這個25分之w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女生做的是20分之w 那我們在這個 因素倍數那個時候也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w也是約掉 在這裡呢 因為我們可以設兩個位之數 所以把男生跟女生的工作 一天的工作量分開設 設完了之後呢 這樣寫 那他有一個小小的好處就是 不會出現那個分數 25分之w 25分之w 這樣子算起來比較辛苦一點 這樣子寫會比較好寫一點 但最後要去解這個的時候還是會出現分數 好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之前的這個 某一次的作業裡面有這麼一題 那不知道你們都是怎麼解這個題目的呢 那老師有提到過 我們都 不會再去指定要用代入消去法或加減消去法了 至少我不會啦 你們學校老師假如指定的話請照做 那 所以呢我們可以用加減消去法也可以用代入消去法 在這一題 看起來很簡單 實在是沒什麼好教的 我們要來示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代入消去法 我們以前都是帶這個 x等於 比如說什麼 2y- 你這樣帶進去 事實上我們不見得 總是要把這一頭 弄到只剩下 係數1 我們之前說 捕捉係數1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沒有錯 可是如果你又更熟練了的話呢 比如說像這裡 4x加6y是10 6y-2x是2 那我有一個做法 是 把這一個移過去 就等號兩邊同加2x得到6y 2x加2 就可以帶進來 因為你有6y 這個就是6y 這個就帶入 這個1這個2 帶入1 這個從第2次來 那帶入1之後就會得到 4x加2x加2 等於10 6x等於8 4 後面就不算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另外一個 我們剛是把6 帶y嘛 如果今天我帶x呢 我也可以把 等號兩邊同加2x同-2 就是把2x趕過來把2趕過去 從第2次 這是我的第2個做法 從第2次裡面呢 我們可以知道 2x是 6y-2 這樣可以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6x是 2x 是6y-2 那我這裡是4x 4x是2x的兩倍 所以呢 2倍的 6y-2 加6y 等於10 所以這個 12y加6y 18y-4 等於10 18y 等於14 y等於 9分之7 把18除過去同時約掉 那 這樣子 也可以 就在這裡示範 我們代入消去法不一定要 總是把它 整理到變成 x以什麼表示 我們也可以是一個 2x 也可以是 6y 就這樣帶進去 只要你抓到什麼 因素倍數 關係 所以它其實跟 加減消去法 又慢慢的變得很類似了 對不對 我們加減消去法也是在抓因素倍數關係嘛 那我們前面有練習過 說明過 其實加減消去法本身就是一種帶入的觀念 所以其實 本來就是會變這樣子的 這是一個長方形ABCD 如果把長跟寬的中點連起來跟這個 另外一個頂點連起來 這個三角形 他說整個長方形面積是50 那 請問 中間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多少 這樣子 好照慣例的同學在練習的時候我們來先聊一下 現在台灣已經很普遍可以看到這個藥局 藥局的普及是這個 醫藥政策的一部分 因為 開藥局比較簡單 那開醫院比較困難 那如果要考當藥師也比較好考 當醫師比較不好考 所以一般來說 藥局會比較普及 那在台灣 跟在國外比較不一樣 台灣比較看不出來 因為台灣這個地下人稠 所以我們的醫院也很普及 但是在海外呢 就是 海外 在外國 外國的話 因為有的時候 那個國家土地很大 所以很多地方其實不容易找到醫院 那就會 藥局 所以藥局 他們 國外就更加的 喜歡推動這個 藥局的擴張 提高藥局的功能 因為他比較親民 他比較接近人民 比較具有親近性 那在台灣呢 這幾年也慢慢的推動這個醫藥分離 一個目的是為了要提高藥局的功能 那你去藥局的話呢 你可以買到的藥其實有三種 因為以前的 這個 以前的台灣人 都習慣去醫院 拿藥 所以 我們不太 一般好就是這個 成年人 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 藥品的分類 他會覺得說藥就 都一樣 可以這樣說 簡單來介紹一下 你會看到三種藥 一種叫做 陳藥 一種叫做 止釋用藥 這個藥比較太痛 一種叫做 處方藥 你可以用一個 很簡單的 想法去記 就是 處方藥最強 藥性最猛 陳藥藥性最弱 那 為什麼還要有陳藥呢 就是因為他藥性過弱 所以他的副作用也低啊 他對人體的影響也小 那一個藥品他被研發出來之後 那個藥商他會 去申請 這個要申請的 這個不是 但是 一般人不了解可能會有一種誤認 誤以為說就是 藥局裡面的藥都很強啊 吃了都會傷身體 當然說 是不是吃藥一定都會傷身體 這個見仁見智 也有可能 但是我要說就是說 藥是有不一樣的 當他今天這個藥品他要 去跟政府申請 他要是陳藥 他要出來賣的話呢 政府就會檢驗很多 到手去確定 就是 在沒有醫生指示的情況下 你自己買了就可以吃 也不會有太嚴重的 那個問題 那你只要按照他盒子上印的 就是說一天吃幾顆就好 就不會有太嚴重的問題的話 政府才會准許他成為陳藥 那什麼東西是陳藥呢 比如說這個 面數利達姆 小護士這一類的 那比陳藥強一點點的 是這個指示用藥 指示用藥的話呢 就是 那有藥師的指示 也就是說 理論上你是要被交過的 你是要被交過的 那被交過了之後呢 應該 就不會有問題了 所以他比陳藥還要強一點點 但是他比 處犯藥還要弱 那我們在藥局 你去跟 藥師說 我要買這個藥 可不可以 凡是 你直接從 架子上拿起來 然後他就賣給你的那種藥 一定不會是處方藥 所謂處方藥就是要有處方簽 這個就是要 什麼是處方簽 就是醫生要開藥單 如果醫生沒有開處方簽 你就買不到的藥 就叫做處方藥 因為這種藥藥性比較強 副作用比較多 而且呢 一般人不懂得怎麼吃 所以一定要醫生決定了 你才能買得到 那不需要由醫生決定的 是指示用藥 這個指示用藥 指示這兩個字 是 醫藥人員的指示 所以說如果一間藥局 他有安排醫生 醫生可以幫你看病 他可以開處方的話 通常他就不會指示藥局 那 這樣子他就可以賣 處方藥 如果他沒有醫生 他只有藥師 藥師可以指示你使用 價值上的一些藥 那他可以賣指示用藥 現在你們假如去這個大賣場 有一些大賣場內部有藥局 那大賣場裡面的藥局呢 他如果沒有藥師 他就不可以賣指示用藥 比如說藥性比較強一點的 這個維他命 有一些維他命是醫藥劑 那他就不能賣 他只能夠賣什麼呢 成藥 就是藥性比較弱的 比較一般的 吃了沒關係的 維他命C 猴 猴片算不算 這個要看他的成分 那 像我剛剛講面蘇利達姆 這種就是他的 就是成藥 就是你拿起來 就可以賣了 那 在國外甚至有開放 就是可以在西北人買到藥品 那在台灣目前還沒有 這個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去藥局的話會買到三種藥 這三種藥不一樣 處方藥是最強的 他是要醫生很可的 所以 成藥呢他的副作用就會低到 就是政府的這個 藥品管理單位 他會覺得說 這個應該可以一般買吧 那 指示用藥呢 他就會介於成藥跟 處方藥之間 也是一樣會有這個 到底是成藥指示用藥還是處方藥 會有 藥品的管理單位 在台灣是FDA 藥物食品管理局 他們會去審核 好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個 長方形的面積如果是50 那他 你如果把長 射程是 因為XY用掉了 把長射程是A 小A 寬射程是B 那其實他長方形面積50在告訴你的就是A乘B是50 那你會覺得說A乘B這種東西我不會算 但是其實沒有要算 所以他這個題目並不會 並沒有以為的那麼難 如果長是A 如果長是A 那因為這個是中間點 所以這個是2分之A 2分之A 這個寬是B所以這個是2分之B 2分之B 對不對 中間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全部 不 減掉 這塊 這塊是多少 底層高除2 所以是2分之A乘B乘2分之1 除2就是乘2分之1 再減掉這塊 也是底層高除2 2分之A乘2分之B乘2分之1 再減掉這塊 這塊的 底是整個A A 高是2分之B再乘2分之1 所以是50 減掉 這裡是4分之A乘B 這個是 8分之A乘B 這個是 4分之A乘B 所以後面這邊 我們先把它合起來 50減掉 這個他加他加他 所以 用8來通分的話是8分之2AB加2AB加一個AB是5個AB 可以嗎 然後 AB是50 所以他其實是 中間這個三角形其實是 50減掉 對 8分之5乘50 250 8分之400減250 8分之150 這個是答案 可以嗎 過了5分之1 20